但是接下來的物件 我看 真的是很大隻 很有漂亮 你看看 這又多大啊 這個 翡翠 編織中國結 然後再搭配這個 三彩 對啊 你看三彩 而且它正反面不同的 樣貌 你看看 來 而且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我要讓請老闆慢慢看 是 月琪姐跟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時候入手 因為天然的東西 所以正反面是一定不同的 對 如果正反面相同 那就是塑膠的 是 所以你看看 所以有一陣子我很迷戀 這種大的翡翠 是 因為它價錢不是很高 但是它可以做各種 不同的造型 價錢不高嗎 這一塊 還好而已啦 多少錢那時候入手 那時候入手大概兩萬塊 是 然後就是說 它可以配合中國結 做出不同的造型 我覺得搭配中國的那個服裝 很好看 所以您戴過 我戴過 我買了很多各種各式各樣的 也是比較大一點 對 都比較大一點 然後都是你打來配中國結 不同顏色的 對 那時候有點失心瘋的感覺 買了很多 不過那個時候買很多 幾年前 應該有十多年了 對 十多年對不對 十多年過去 搞不好身價水漲船高 就因為那個時候的一個嗜好 搞不好是一件好事 希望是好事 對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真的就是這樣 買起來 結果十幾年以後 身價非凡 其實我們買美的東西 其實不用寄望說以後會賺錢 漲價 你都不用這樣想 那時候沒有想 不用這樣想 為什麼不用想 那是自然的 想這個就過多 應該是想說 你怎麼樣培養你的美感 怎麼去判斷這個東西的美 對 然後能夠沉浸在中間 那你就已經有價值了 我倒不瞞您說 我那時候迷戀到 連睡覺都要拿起來摸一摸 打開枕頭片 太喜歡了對不對 對 我也常這樣 真的嗎 對 我都會拿一捆青台幣 很開心 今天有收入挺好的 OK 來 我們來先說一下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鎖片 鎖片在我們中國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平民化的東西 幾乎每一個人 就有新的寶寶 都會用一個鎖片 或者是銀的啦 或者是金的啦 鎖的意思就是說 把它鎖起來 把什麼東西鎖起來呢 把幸福跟平安鎖起來 然後這個三彩很漂亮 你看我們可以看 這個三彩帶一點 那種中國水墨畫的感覺 有沒有 是不是 水墨畫的感覺 哇這個看起來 好像帶了一幅畫出來 另外這一個飾品 還有一個特點 來 你們看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貝雲 這個在前清的時候 這個是曹珠的背後 我們帶曹珠的時候 這樣帶上去 這邊有兩個念珠 有祖珠 有念珠 然後後面還有一條 這樣子叫貝雲 貝雲的用途是做什麼 叫正珠用的 什麼叫正珠 我們帶了 怎麼才知道它帶正了呢 對 你從後面看 這一條它是正的 有沒有在正中央 直直的下來 這表示你那個曹珠代正 這個是這個 貝雲 那貝雲它當然 比較簡單一點 貝雲應該比這個 還複雜一點 所以它非常有中國的 那種氣息 是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都覺得很有趣 是 然後那個製作的人 跟它的手工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真的 手工做的 非常具有那個 中國文化的涵養 那我們也幫它評估一下 好不好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請見價 恭喜 很棒耶 這個很棒 又是漂亮的物件 這個 非常好 所以你看 這相輔相成的效果 真的很棒 真的很開心 而且這只 還其中一件 因為他說 那時候特別迷戀這種 對 像這個打了中國節的 這樣子的 其實我也很喜歡 這一類的東西 就是說 飾品能夠配合文化 不一定是中國文化 比如說印度的 或者尼泊爾的 或者韓國的 他們都有各個的風味 從服裝 或是從文化層面 這個搭配 我覺得 都只要你喜歡 只要你喜歡 就對應起來 你覺得 你覺得很棒 那就OK了 我相信 所以以前都得摸一摸 那一定真的是心頭好了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所以說師兄真的買了 對不對 這就是 屬於亞的分別 比較亞的人 就喜歡那種藝術品 或者寶石之類 這就比較亞 比較熟的人就是 他自己摸現金 到現在你睡覺 亮老師 漂亮吧 這個物件 其實是像這樣的物件 真的 就是穿樹色的衣服 或者是旗袍高領 戴在外面 顯得精神 要不然的話 你平常真的很難應用 那這個早期 因為我們翡翠 大家喜歡賺小錢的時候 就花小錢 是 花小錢 賺大錢也花小錢 那這個物件 搭配衣服可以 不要太多 多了的話以後 這個 趁金論兩來賣 也賣不到什麼錢 要不然的話 你就是練身體用 你把它 變成一個包包拿起來 這樣可以 不要 那是人家心頭好的 他要抱著慢慢看的 每天都能留陪睡的 對 抱著睡覺的 對 陪睡 是啊 他喜歡這種 很溫潤的東西 然後摸一摸 就是其實我的東西 都不是那種很透 很... 真的耶 看看這兩... 這兩件也不是透的 但是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對... 從顏色上來說 你看它有差異嘛 對不對 它比較綠 這一個就比較綠一點 這比較亮一點 是 應該講說 這兩塊玉 就是 就有一點像說 把那個山水 拿在手上 掛在胸前 那個感覺 對不對 然後看起來就覺得 很有那種時間感 看起來好像很遠古的樣子 有 真的是 而且它的這個 雕工上也有一些 滿吉祥的寓意 對... 而且我發現說 這兩個各有各的味道 是 自己有沒有比較偏好 然後什麼時候買的 是一塊買的嗎 一塊買的 一塊買 一塊買比較便宜 真的嗎 常常都這樣子 商家都說 你就一塊帶了吧 對... 你是真的第一時間 就把這兩塊都喜歡 對...都喜歡 因為不知道怎麼選 都覺得它各有各的味道 這一塊看起來比較浮濁 比較濁一點 對... 這一塊看起來比較靈巧 然後顏色比較綠 對...它也是三彩 對...各有特色 所以... 老闆就洗你 那就都帶了 然後他要給你折扣 是... 一般老闆都會這樣說 後來他兩件算多少 兩件十二萬 這個物件買得不便宜 兩件十二萬對不對 真的嗎 我覺得很便宜 真的嗎 這兩件... 這兩件真的各有特色 是... 那這一塊呢 這一塊的顏色比較複雜 可是呢 他的雕工 他就... 就有比較帶生活味 那個就比較濕意 是... 是... 他這個就比較濕意 他的顏色 他的顏色 他的顏色我就覺得就... 就很有那種 引人瑕疵的想法 他比較焦慮 那種... 那種焦艷玉滴的感覺 我覺得 這兩塊 其實... 這種類似藝術品 我們說藝術 他說第一 叫偶然 偶然就是說 像這種玉石 你是千金難求的 這個東西如果再過十年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雕工現在越來越少 現在都用3D列印 是 做出來的東西 雕得也滿漂亮 可是有個缺點 就是叫一字化 沒有人味 沒有藝術氣息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 你這個都是手工雕的 所以他在雕的時候 當然要符合到 這個東西的需求 因為他也有人的守漢 然後也有人的想法 你應該想 一個雕工 他不是機器人 所以他一邊在雕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想到 他美貌的妻子 或者他想到 比較對人的味道 對不對 對...就是人味嘛 是 這是有故事的 這是有故事的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評估一下 請見價 十八萬元 恭喜 我覺得這一塊差不多十萬 這一塊差不多八萬 所以還是那一塊三彩 價高了 那一塊比較綠 而且它的水頭也比較好 真的是 真的是不錯 所以你看看 看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月琴姐喜歡的東西 真的就是 她喜歡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小百合有一顆 玲瓏心 真的嗎 你看前面的這些東西 都很精巧 對 都很 很有文化底蘊 是 謝謝秦老闆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